欢迎大家加入评论下轮轮信号 这一回我会拿泳轮和一些搏击的项目做比较 很多泳轮的手法和说法 这些停顿是很严重的 打一个捧方 我们一搭手 我传统的 把一只手 他一样我 他出了再出了 这些看出去的很快 他一样我拉 我拉打 再拉打 他出了我再插一打 他其实都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等手打 我一拉他 他一拉 他出来我拍 怕怕怕 我再连出几招 那么泳轮通常是这么一招 也是只打你一拳 OK 所以我并不像泳轮要打你一拳 他消我的打 我等着你我再打第二拳 他可以拉 OK 那么其实很多情况下呢 那些情况下呢 我是怕怕两三拳就上来了 甚至哪怕我打两只拳 我两三拳就上来了 那么如果你还要做停顶式的手法 就很难 他做动作的时候呢 哪怕是我们适合的时候 我们做出来 我们做了 我做了周身一体 上下其道 然后有的时候 我一做手 哇 踩出他 上下其道 我们身上的动作停顿是不断的 就是他冲冲打我 我保护他再出来 我正好两个都出来 那我现在可以等他 我不等他我就直接走了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要求的 永春靠近内架属的一种打法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